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爆期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您好 德宇好 大家好 好喜欢这句话 危机等于危险加机会 那么最近的台北股市很震荡 如同大人哥讲的 真的没有V转的可能 上周五涨了300多点 今天盘中也大跌超过了300点 但降危机四伏的投资市场 是不是代表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呢 大人哥说 目前的操作策略就是多空双向 那么可以透过我们这一次呢 忍者无敌三周年庆的活动 带大家来趋吉避凶了 那么这一次三周年庆 帮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三合一大礼包呢 有及时盘中经典 精准买卖点的抗讯提醒 另外还有好用的 这个古魔力APP以及抓转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策略平台 我们的聚宝旗通通要让你一次拥有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参与我们这一次的好康活动呢 可以利用我们0800668085的专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8私讯大人哥咯 当然如果您在操作方面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需要大人哥帮你做持股渐渐啦 或者是太弱换墙啦 也不要客气哦 麻烦来找我们的这个趋吉避凶良方啊 这个我们的股市大人哥咯 好那要请教大人哥了 感觉上这个国安基金的黑手还在里头哦 那似乎呢您带着我们聚宝旗的会员朋友 顺着毛摸是越摸越顺手 要恭喜呢我们所有聚宝旗的会员朋友 上个礼拜呢我们当冲四天赚了三天 这个礼拜我们继续给他赚下去 赚了多少怎么赚呢 请教大人哥 好那德宇好大家好 因为今天真的是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震荡的一天 但是呢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聚宝旗顺势当冲的部分的话 我们顺着毛摸 而且不是摸一次 我们是摸了两次哦 今天就摸了两次哦 这个看这个有图有真相 水水水 因为其实今天早上如果你有看我们早上八点半的时候 早上早点明 我说原本是在那个一万三千点那个关卡 会是近期我自己在认为 就是国安基金在在护盘的时候 他护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但今天没想到今天一早上开盘的时候 竟然把那个万三区给跌破了 那既然跌破 那就只好说那顺势去做放空的动作 因为有点像是压力转支撑的一个观念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回撤下来不破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是一个支撑 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支撑区去做多的这样的动作 因为万一如果跌破的话 你就守一个很简单的停损嘛 可是问题是如果他是一个根本连站都站不上去 然后遇到压力然后往下跌去做下跌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放空动作 因为你放空下去的话 万一他如果重新再站回去 也是一样用一个很小的停损去换一个大的波段 那个是就当冲策略来说的话 你可以运用一些压力跟支撑去做到转折 或者说用压力支撑去做多跟做空 很好守停损这样的动作 所以如果今天早上我们这个放空的动作放下去之后 如果涨个差不多三五十点去做停损就好啦 可是往下跌的过程中的话 用三十点五十点去换一百点 超划算的 所以这一题的话叫做送分题 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摸了第一次 第二次的话你有看到 如果你有看到盘中拉抬的过程中的话 哇塞 那个十一点都在拉什么 什么都拉了 对 几乎九十度 对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急拉的行情 好 11点左右一波急拉 这个一波急拉 那这一波急拉结果一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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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其实拉到哪里 你会发现这边也是一样到12960附近 然后你如果看一下台子期货 也是一样一波这样跟着急拉上来 这个台子期货 那拉上来到这个1299多多多多的地方的时候 怎么万山又站不上去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早上 就是刚刚说早上说的那个一样 就是萬三它既然由壓力轉為 由支撐轉為壓力的話 它硬拉拉上來過不了萬三 你這邊就有一個 可以去做一個以小換大的空點 所以萬三站不上去的時候 空點又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觀念的話 其實也反映在我們的聚寶器上面 來這個是今天早上的第一次的空點 然後這個是第二次的空點 這個我們賺了109點 然後這個的話 看起來好像就沒有再往下跌太深了 所以大概在尾盤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過了 既然你是做當沖的 那你就必須要再把當沖的部位 在今天的收盤的時候 去把它平常出場掉 所以今天叫做是順著毛 摸兩趟 一趟109點 一趟的話是25點 所以這個觀念的話 其實就在我們的 應該說這些操作的理念的話 就在我們的節目裡面跟大家交過 那你可以運用的時候 就是那個停損停很少 然後呢可以換一筆大的 那你用這種方法的話 就是賺大賠小 賺大賠小 紀律操作 紀律操作 然後你就可以累積你的財富跟資產 所以這是今天早上的 當沖一號 丰收一號 它的順勢當沖策略 那獲利134點 也恭喜我們的全體的聚表期的會員 那今天獲利的金額的話是26,800 這個數字還蠻極力的喔 對啊 最近都是6啊 8啊 蠻好的 對啊 蠻好 你看這上禮拜 178 對 178 那上禮拜 禮拜五 因為上禮拜的話只有2345 就是那個四天的交易日 那禮拜五的話我們賺了89.178 那真的是恭喜我們的會員 然後呢 之前就跟大家說過了 你看其實我們有一些 反正就是每天早上 就看我們對我們的會員 去做碎碎念嘛 因為8點21分 我就說反覆測試壓力 那個壓力的話是13250 結果當天的話是13249 就差一點 因為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看盤 就是我們找到一些看盤的觀念 然後看盤的一些 妹妹咬咬 然後不斷不斷的 碎碎念苦口婆心 念個我們的會員聽 那讓我們的會員 真的可以做這樣的 就是這樣依循的部分 那10月13號 然後200點4萬塊 然後呢 那個當然那個12號的話 我就說上禮拜我們是四天賺三天 然後12號這天的話 你要嘛就小賺小賠 我說這個賠 我這樣講 就賠也賠不多 反正我們再賺回來就好了 我也不會告訴你說我們穩賺不賠 我不可能告訴你說 我們有那種穩賺不賠的 那個操作的東西 可是我們會在每一次每一次 幫你抓到所謂的大賺小賠 用小小的停損去換到 大大的一個獲利的部分 所以在10月11號的時候 就是上禮拜的四天的行情 順便給大家快速的 快速的複習一下 24400元的這個 的數字 那因為其實這一次 就我們上次跟大家說到的 這次的CPI公布 沒有大怒神啊 那我們那個短波聚財的部分的話 這一次就是賺了660點 那這一次的話就是賺了 13萬的這一次的波段的部分 當然如果是那個上去下來 或怎麼樣的一個 在洗刷的過程中的話 我們會繼續賺下去 因為我們本來就在抓 行情的波動 行情的波動越大 對我們的操作的一個效果會越好 所以這是在一個相關的觀念 跟大家做分享 那當然上個月的績效的話 我可以跟你講清楚 說明白啊 我們的上個月的操作的部分的話 是19次的短波段的操作策略 然後呢其中有12次的獲利 7次的虧損 獲利的總點數的話是1890點 然後呢換算出來的金額的話 是37萬8千元 那這個金額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了 我真的沒有跟你說 那個期貨叫做是穩賺不賠 我真的告訴你說 期貨叫做是聚殺成塔 那用最簡單的算法的話 就是50萬的本金 一天只要賺10點的話 你一年的績效就是翻倍 當然我們剛剛看到一個 非常非常優秀的績效 真的是因為我們有很好用的工具 那好用的工具的話 可以幫你去把你的績效更加穩定 然後呢那個就是聚殺成塔 然後呢大賺小賠 然後呢做到所謂的負利翻倍的 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甚至是說 你知道一天賺30點的話 你一年就是三倍 所以就是在行情震盪的過程中 我們剛剛不是有看到嗎 就是多空雙向操作啊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 之前我們跟大家說到嘛 就是殺到很低很低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錯殺超鐵的買點 所以危機那通常都是危險伴隨的機會 因為有很多的一個狀況叫做是 殺到了一個莫名其妙的低點 那反而會有更低的這種進場點可以去做操作 那有時候在行情震盪的過程中 你可以運用期貨來去做一個避險的操作 所以這次的一個觀念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很重要很重要跟大家做相關的提醒 無論你是曾經有在期貨這邊 就是搞不好之前有賠過錢 那你可以重新跟著我們來去做 就是財富自由的這樣的計畫 你拿50萬出來 然後帶你做一口就好了 不要壓好壓滿壓五口八口的 從你一口的大台紙開始去做操作 然後你獲利50萬之後的話 把你本金抽回來 然後其他的部位的話 再持續去做操作 因為你這樣的話就可以更安心 然後呢可以更知道現在目前的期貨的跳動 當你到了那個200萬的時候 你在做四口單啊 當你到了800萬的時候 你在做16口單啊 你不要一時間把它全部都壓進去 所以這個觀念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做很重要很重要的提醒 那當然如果你是具有資金 然後你有300萬以上的規模的投資人的話 你可以跟著我們的操盤式的清貸 我們幫你做到量身規劃 我們幫你做到資金效率 我們幫你做台紙期貨跟個股期貨的多空雙向操作 然後運用波段的操作的策略的話 你可以更輕鬆的在我們清貸的過程之中 然後呢達成你自己的一個財富自由的一個計畫 因為你可以很輕鬆的去做自己的事情啊 打球也好啊 然後呢那個過自己生活都好啊 去供百貨公司去喝下午茶 那反正你就等到我們通知的時候 你再跟著我們去做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期貨的財富自由計畫的話也歡迎 假設如果你有對期貨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叫我們團隊喔 大人哥剛剛說呢 你就去過自己的生活 那百貨公司週年慶真的快到了 所以大家呢可以一邊輕鬆的投資 一邊快樂的生活 然後這個透過大人哥的訊號啊 透過我們聚保期策略平台 這樣一個抓轉折買賣點 一邊逛街還可以一邊賺錢 很神奇 但是它就真的這樣發生了 所以呢您可以跟著大人哥 從50萬一口大台舉開始做起 或者是您有大部位的資金 可以來參加我們超盆序的清貸專案喔 兩大方案提供給您做參考 可以來跟著大人哥 一起透過期貨達到財富自由 當然如果想要更進一步 股票期貨多空雙項操作 來我們這一次人久無敵 三週年慶的三合一大回饋囉 透過0800668085的專線電話 或者是透過Lite私訊大人哥 把我們盤中精準買賣點的 即時抗訊提醒 我們好用的APP股魔力 招展著非常精準的策略平台 聚保期三大幸福一次擁有 那麼多空雙項操作 越震盪的盤勢 越是我們獲利的機會 期待您的參與 也再一次謝謝 我們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爾頭庫陳坤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獲得最早最專業的韓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選個股分享 請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帳號 ID是小老鼠DAR1N888 謝謝大家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